字幕架 大家好,歡迎收看myride 我頻道,今天會教大家改圖 這種Inception的圖其實在Instagram上都流傳了一段時間 其實他們是由一位土耳其的攝影師所創作的 在今集裡面我就會教大家做一張港版的Inception 那我很明顯如果我們要做這種效果 需要一部航拍啦 飛航拍之前記得上DJI的網 看看香港有什麼禁飛區 根據DJI的官網就說香港很多地方都可以放機 但是每次放機的時候 總是會有人衝出來說不可以放機 大家自己倒閉吧 我選了大昌這座大廈 位置就在禁飛區外面 所以我們在那裡拍攝應該是沒問題的 選好地方之後就可以開始了 重點來了 到底他們是怎樣做到的呢 好,讓我深入淺卓跟大家解釋一下 試想一下把地面分成幾塊 然後在拍攝每一片的時候 都不斷地去改變你的角度和位置 再在Photoshop裡合成照片的時候 其實是等同把照片拉直 最後你就會得到一個很美的曲面 原理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現在出去拍照 再次拍攝更多 再次拍攝更多 好,那回到家後之後呢 就可以把照片的影片進去Photoshop了 那就不要再續張這樣按下去 那不要再續張按下去 在這裡教大家一個快一點點的方法 好,去Files script load files into stack 那在這裡就按browse 那按著command 就選擇相應的相片 好選好了之後就按ok 好,那很快就把照片放進去 然後我們就用crop tool 給自己多點空間 那我們先改名字,這個叫第四 三 二 一 這樣吧 那我們就由頂開始做 好,那現在我們先看看 第四和第三的項目 其實原理就是把每一個項目去駁 然後駁就只有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去做回弧位 然後第二個步驟就是駁相 所謂的弧位是什麼意思呢 看看我們的完成品 你看到它的弧位是很漂亮的 但它只不過是由四個section的相片去組成 而它是沒有起角的 為什麼呢,原因是因為它用了warp這個功能 我們其實可以用warp這個功能 去按回弧位出來的 現在就教大家怎麼用warp了 好,現在先選擇了section3的layer 先 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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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只要看中間的位置,即是橙色的區域 那我們現在就做Warping 好,大概就是這樣,如果滿意就按Enter 好,那我們就現在嘗試放在正確的位置 OK,大概就是這樣 那做完這個弧位之後,我們現在就可以駁相了 好,那我們現在按Command R 或者在View裡面,找一個Ruler出來 那你見到呢,就多了一把新的尺 那我們就現在要拉一條線下去他們的相交位置那裡 去幫助我們對位 那可以在上面呢,把尺度拉下來 那大概在中間這個位置 OK,那我們有把尺之後呢,就可以去找一個連接點了 OK,那我通常就會找中間的位置 那現在找其他車啦 好,那我現在就找這輛白色車了 那現在除了這輛白色車之外,其他的車呢 其他的位置都是不對的 那現在是因為呢,因為呢 他那個Scale和它的rotation都不對 好,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把的Cursor né,放在 trains打開,拿著 然後選擇 選擇 這一下就會把Anchor Point放在白色車上 用處是什麼呢? 在這個Free Transformation 裡面 它就會以這一點去做中間點 所以如果你在Bounding Box的角位 旋轉照片 它就會以那個位為中間點去旋轉 我們就是這樣去做旋轉 而放大縮小器是怎樣做的呢? 現在按著Authernic和Shift 這樣去拉動照片 你就會發現 照片會以這個Anchor Point為中間點去Scale照片 用這兩個方法 理論上就可以把他們的接口位 拼到很漂亮的了 好,那我現在就 嘗試 把這棟樓的左邊和右邊都對齊 好,那這個位置就盡量啦 因為你本身Warp那張照片 其實他們很難可以 exactly 對得中 那如果滿意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按回 Enter 去Confirm 它的Transformation 然後呢 我們調整個Opacity 給它啦 好 那這個位其實你 可以preview到 那個位已經對了很多 OK 好 現在呢 我們就要把Section 3 上面 即是分界線對上的位置 插走它 那怎樣做呢? 我們用這個Select Tools 就去做一個Selection 然後呢 就將這個Selection 呢 convert做一個Mask 給它 而怎樣做呢? 在這裡下面有個日本國旗 我們按 那它自動就會將Selection 變成一個Mask 的啦 那我們可以把車拉走啦 那樣呢 我們就成功地把Section 4 和Section 3 去放置 那其餘Section 2 和1呢 都是用同樣的方式去做的 那這個位置呢 我就FastWord了它啦 大家應該都會做的啦 用了一個多小時的時間呢 就組好了 那這個位置呢 就... 上碟之前呢 我通常呢 會加Lux 那其實Lux呢 就是一些別人組裝的Preset 好多時呢 去到埋門那腳呢 你一丟那個Lux下去呢 整件事就不同了 好 現在呢 就教大家怎樣去加Lux 好 首先呢 呃 我們加一個新的Adjustment Layer 就去Layer New Adjustment Layer 然後就選Color Lookup OK 那... OK啦 由這裡呢 有一個3DLux File 那我們就按Low 3DLux Low 3DLux Low 3DLux BANG 這樣就搞定啦 然後呢 不夠後呢 可以再加一個 那你可以選一個Percentage 如果覺得太重味精的話 好 那我們就是這樣加Lux了 那這張港版的Inception呢 就搞定啦 那那天我飛航拍的時候呢 就還有一點點電靜 所以我就拍了旁邊的球場啦 那這一輯相呢 我就不自己砌啦 我就決定留給大家試一下 那我沒有航拍機的朋友仔呢 可以... 下載這輯相自己砌一下啦 而有航拍機的朋友仔呢 都下載自己砌一下先 那到真的自己拍的時候呢 就會上手一點啦 那我可以回到Description那裏呢 開一條鈴鐺 下載一些照片啦 那來到節目的尾聲呢 又可以用少許時間 介紹Maria 那Maria呢 那今天講到這麼多先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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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